三公頃的地就這一顆 一年一收的貴竹筍產期又到了 但是產區之一的桃園復興區筍農表示 三公頃大的地 四月初還看不見竹筍冒出 認為是前陣子降雨少 沒有打雷等因素所導致 不過少了收成也就沒有收入 農民開始苦惱 整個都煮好 整個是成品 這樣下去要大概是600公斤 600台斤左右 現在連一隻都沒有看到 今年這個天氣滿怪異的 我這一區的貴竹筍 一般是大概國立大概三月中 然後就會開始生長 然後到現在也看不到半坑竹筍 而公所回應 雖然有提供相關農災的補助 但是依照農委會農災補助的作業流程 還是要等到主要產期四月中過後 才能夠依實際生長情況 來決定是不是要承報給上級單位 如果有受到影響 我們再來判斷 它是不是有這個農業災害損失的情況 然後我們會依照這個作業手冊的規定 就要報到上級機關去 媒術陳平仲也表示 在這10天內會持續的追蹤選擇的生長情況 如果為開到農民收益 會和上級機關農委會一起去現場勘查 並依照耕作面積以及災害比例來核定補助金額 不過最低申請面積要達到0.01公頃以上 區公所則會協助辦理 接著是一顧桃園復興採訪報導 所以希望我們來參加工程的推特